14岁入网 16岁就成某手头部网红 一年吸粉700万 成所有90后男生的初恋女神 她就是古早网红一介炫脉妹子 曾靠恋情无缝衔接爆火 被全网追着骂 如今却在抖音好评如潮 出走半生归来不过23岁 炫脉妹子的经历有多传奇 炫脉本名无忧出生于1999年6月 上初中时开始跟风拍摄小咖秀 并分享在美拍 快手等平台上 不得不说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互联网这晚饭 当时网络中并不缺美女 但大多数是穿着暴露衣服大奏心感风 一众红玫瑰中突然冒出炫脉这朵青春小白花 让她迅速成了男孩子们眼中的白月光 短短一年时间粉丝暴涨近千万 一跃成为快手网红套破时 还与王斗斗 理经并称快手三大女神 然而作为第一批吃到网络流量红利的成员 炫脉也逃不过人气与黑料齐飞的定律 她入乡随俗上演了一出 又一出离奇的感情戏马 时间也更长 不过两人在一起没多久 王腔就丢下牛跑去竹梦演艺圈 还成功当上了周冬雨的男主角 或许是不甘心前人过得比自己好 炫脉妹子和王腔分手后 就开启了疯狂的情感炒作生涯 晒自己去大连找崔进的机票 和两人的亲密合照 结果被崔进正牌拗了张思燃抓个正着 质问她她就嘎弯滑纹身 好像人家怎么塌了一样 记得张思燃公开手撕炫脉妹子 舆论还没平息 血脉又和王晨正穿起了情侣装 粉丝问她就说是普通朋友 而后她又贴上王痘痘的前男友周子昂 还特地非三亚去找对方 五年换九人男友 血脉因此成功背负了快手巴斯的骂名 直到小洛涵孙晨的出现 才及时挽救了她早已岌岌可危的名声 她曾是声名狼藉的快手巴斯 16岁就有丰富的情感经验 换男友快如换衣裳 却在成功掌握流量密码后浪子回头 既能一年谈五个 也能一个谈五年 洗白后的血脉妹子 为何却销声匿迹 血脉现男友名叫孙晨 曾是红极一时的快手陆寒 她不仅长相帅气会唱歌 连穿衣打扮都在努力接近自己的偶像 和血脉在一起时 两人也没能逃脱狗血的快手剧情 分手互撕又复合 昨天喊你给我支尾巾 我给你送工厂 今天就开始互报黑料拉扯不断 本以为他们又是炒作 结果一不小心就相爱相杀到了今天 而在孙晨的用心投胃之下 这无论对粉丝还是对血脉本人 无一都是巨大的打击 一开始血脉还试图挣扎一想 拿出批图大法还原美貌 结果身后的镜子将她一秒打回原形 路人镜头中的她更是惨不忍睹 财尔时出头的年纪 就被全朝向打骂 无奈的血脉只能主动减少曝光 打算悄悄努力 然后惊认所有人 好在尽管粉丝疯狂脱粉 孙晨也没有放弃她 不仅在评论区帮女友说话 还在别人的婚礼上公然求婚 而这时的血脉已经胖到根本认不出 其实在血脉妹子刚长胖的时候 网络上就传闻说 她已经怀孕生子 长胖是因为坐月子期间补过了头 所以她和孙晨结婚是必然结果 求婚后可CP上头的粉丝们 天天在评论区打卡 崔两人早日领证版婚 但大家先等到的不是他们修成证果 而是血脉吃毒蘑菇被送进医院的消息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意外竟成了她翻红的重要节点 吃毒蘑菇竟已能让人抱手成大美女 作为靠蘑菇重回颜值巅峰低人 这一点血脉妹子最有发言权 两年前 消失已久的血脉妹子有了新动态 然而内容却叫人哭笑不得 视频中血脉糖在医院病床上一脸虚弱 连一家一等于几都算不清 而造成这个后果的竟然是一碗路边买的麻辣糖 因为蘑菇没煮熟 加上她又吃了羊肉串 结果直接把人干进医院 在抢救室的三个小时里 血脉妹子身体不断抽搐 接连昏迷三次又醒过来 整个人恍恍惚惚 好像听不见也看不见 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出来 幸运的是宋姨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血脉事后告诉粉丝 她清醒过来后 甚至动了血疑书的念头 好在家人和爱人的陪伴给了她勇气 这段经历让血脉受益肥碱 更令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因祸得福收获了意外之喜 原本血脉饱受长胖的烦恼 无论运动还是节食都受不下来 可这回出了医院后 她的体重不受控制的往下掉 整个人脱胎换骨 不仅颜值重回巅峰 衣品也提升了好几个来宝 随后血脉从快手转占抖音 没几个月就吸粉几百万 只不带货数据也十分可观 回想五年前 血脉还是个被黑到体无完肤的小太妹 所有人都站在道德高地对她指指点点 可如今的血脉不仅拥有爱情 名气 还过上了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十米生活 开豪车住豪宅 出柜里从不缺名牌包包和衣服 而如今的她也才不过二十三岁 可见只有惊得起流言蜚语 不屑外界眼光的人 才更容易得到幸福的机会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